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号 这个10月份过完好像还真有点不同 我们这里坚持到10月份 但是呢这个 10月份的跌幅真是凶 真是凶 残暴的新鲜 敢于抄底的现在其实不多了 和有钱抄底的一定不多了 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能期待救之主 还是要自己救自己 那件事很经历啊 今天呢好像 下跌出新的 但是呢该怎么做还要怎么做啊 昨天也说了干就完了 但是没有想过今天会 这个所有的更化的形成结果 这个确实是没有想过 我对今天本来是有几个观念的 第一个呢就是说 今天继续下跌 继续下跌的话呢 它这个下跌的惯性啊 就会导致 各个周期的更化消失 但是还是要买两层仓 因为它消失 它仍然是有序列的 而今天如果下跌的话呢 是会有序列的低久 昨天呢是上这五年的序列的低久 然后呢它距离趋势的惯例率那么高 就是高的有点离谱 有点不正常 所以呢即便今天是 下跌的啊 也是建议大家买入稳 但是不多买 就是说买两层仓 买两层仓呢 防一下它尖底 你看上这五年就是尖底 买两层仓防一下这个就尖底 呃即便啊就是今天这是有结构 即便这里是没有结构的 呃它也会 有了这么多 它也会出现反弹 那这个反弹的级别啊 不太好控 所以呢就是说 我我昨天说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呃如果没结构呢 我们少买 有结构呢我们多买 但是昨天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市场的走势 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我们给了非常详尽的方案 不存在你说对吧 木棱两可啊 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不存在这个事 你给的非常清楚 好吧 但首先呢 呃也要感谢上一次咱们 呃即便认为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的确定 一定要比这里好 虽然说这里我们抄了六成 那里只抄了四成 那那个地方的确定率还是要比这里好 呃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 呃在到止损位的时候都出来了 你要不出来的话也没有在这里的抄底 对吧 你除非抄满仓那里抄了四成 这里再抄六成 你抄满仓 那这里满仓肯定还是有风险的 但是我们还是定义为反弹 无法定义为反弹 这一点呢在航行之初在昨天 我们在之前一直都说这个事啊 我们暂时就是定义为反弹 那如果定义为反弹的大概率啊 我们说大概率 包围还是要出的 所以我们这波呢呃买了六成仓 其中两成仓是底仓 这个底仓非常重要 其实它代表了我们一种对于未来的呃 对于未来的一个看好 两成的底仓有点少 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我们把这两成的底仓 尽量加到四成的底仓 然后就让它趴着呢 别动 不动 能趴着两两年半左右的时间 那这个事就成了 那现在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只能 先买两成的底仓 然后这四成仓呢目前算结构买入了 目前是这样 你看这个简开文章的第一张图 这日线啊日线 日线今天有日线的底部结构 是啊 这个结构呢今年没有啊 今年你看从年初到年才没有 所以呢这上日出有日线结构 盛程序也有日线结构 这个日线的底部结构 今年之前没有 所以呢这个我们说 我们昨天说啊就是今年以来的 上日出最好的点 也虽然27号那个点 虽然27号那个点 啥都没有 是吧 但是我们但是也判断有反弹 当时买到最低点也买到最低点 然后呢我们当时是为了防止这个 也知道他没有结构 防止这个 防止这个 防止这个突然上涨 这个空舱产生影响 那一波 假如说你是空舱 我们是空舱的话 他就逐渐低那一波 你真没招 是吧 这一波当然有结构还好 这一波有结构 但是呢就这一波我们也防了这个事 但咱们防的点其实都是很重要的点 这不是乱防吗 就买这两层藏 你看上月27号买 如果今天不住点 今天没有结果继续下跌动化消失 那么我们买的这两层藏的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好的 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你这个位置一旦买的好了 它的防风险能力就比较强 所以两层藏买入 然后最早点又咱们又在最早点给卖了 然后又到这里又买两层藏 所以这两层藏实际上你作为底层来讲 你就很放心吧 对吧 这两层藏就很放心了 其他的呢 就是说我们就根据市场的走势来进行实时的更新 现在呢就定不了 反弹到底有多大呀 但是大概率是定义反弹的 也代表大概率我们将来是要跑一次的 是要跑一次的 但是反弹到底有多大呀 级别有多大呀 这段时间呢 现在定不下来 我们只能说根据后面的走势来一一的应对 好吧 但是呢 也希望大家心里有个数法 就是我们大概率还是定义反弹 大概率定义反弹之后呢 就代表了后面可能还有心理 好吧 你上次如果四成堂不卖的话 这里也没办法抄啊 对呢上次卖出 然后这里买 然后买了动作 这个是归功率还是归功率上一次 咱们能够严格的执行交易级率 上一次其实很难 我知道很难 我也知道大家很难啊 这么低的位置空腔出来 我知道很难做 但是呢 纪定就是纪定 规则就是规则 鞋打的规则 鞋打的规则 这是日系啊 日系我们暂定还是三浪几点 三浪几点 暂定三浪几点 暂定反弹 也代表了目前 有可能做日系的四浪几点 四日系的四浪几点 但现在用不上一致性过来 把这个时间发表研究 空间处是83个周期 10点处 一浪几点到三浪中点的10点处 目前是83个周期 但是现在不用算 为什么 就是今天一根仰剑 完全不能说任何问题 如果后面 周二 周三 周四周五 后面三天连续三根阴线 钝化结构就又消失了 但是今天仰剑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把那种非常脆弱的钝化 把它变得不那么脆弱 原来税务到只有两天 对吧 我们昨天上午还跟大家说 我说这个 目前的速度 日渐动案能停几个周期 两个周期 能停两个周期 目前看来肯定是不止停两个周期 轴线的周期都带着 但轴线是要看周五的 你会在讲周期 所以日线目前来讲 第一 既不用单样测试 不要用 不要用就是没有必要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你如果判断它是反弹的话 它就不是阶段线最底部 不是阶段线最底部 你算出来这个数其实没有意义 将来如果到那个数 你再算也来得及 现在已经很远了 十万块钱了 你没必要算 第二个就是 一日间货币法 也没有必要去算算数 因为我还不能判定 昨天的低点就是三浪的低点 如果我说的 如果后面几天 如果再继续下跌的话 那已经83的周期还要调 所以现在没有必要算 到时候需要算的时候 我会告诉大家 好吧 现在目前来讲就是 拿着手电 看一米走 看接下来行为怎么走 看接下来行为怎么走 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 一把二分钟间结果也行上了 一把二分钟结果也行上了 但是呢就是说 比较轻胖力 一把二分钟间的五张机构 一二三四五六五 东间东会有个反弹 东间没有反弹速度还是挺快的 东间没有反弹 这个地方就需要东会消失了 东消失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通话是非常非常危险 这个地方的通话是非常危险 但是呢 这个考虑到各种因素吧 昨天我们也是觉得在这个目前相对危险的地方 也要动手 不能怕 回地下跌底部不超没有意义 我们回地下的底部 底部就是为了超低 是超低的 而且未来大的方向还是要加仓 所以我们再逐步的把这个底仓封铺起来 因为这一次操作呢 我们主要就是把两层的底仓布进去 但是在自成仓呢 能赚点就赚点 如果干不到 大家也不要埋怨 最主要我们就实际上是把这两层的底仓布进去 但如果要是这波是反弹高位 我们能出来的话 将来再布剩那个两层底仓 我就觉得非常容易 所以这一波也涉及到将来的操作 但是交易还是一个过程的 交易还是一个过程 我们再看周线 周线本来也挺脆弱的对吧 但是呢 今天的周线很多说法 如果今天是周五的话 那么你看那个周线的速度又降下来了 周线的速度降下来 就有可能形成周线的结构 所以呢 这个后面周三周四周五的走势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 对于周线的印象也很重要 好吧 耐的电流声好大 我呢 前夜店买一个新的笔记本 没用 肯定是没用 这个笔记本他应该是周线商业的吧 好 下面的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上午挺吓人是吧 上午挺吓人 但是昨天我们其实说的这一点 韩庄能找地点你就找 韩庄找不到地点也要买 这个非常明确的吧 说的非常明确 但是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反弹三天为什么判断三天 我觉得这个地方 如果他只三天然后就下跌的话 那只能送给他反弹内来呢 后面还有 日线的四浪的反弹 我觉得可能比10个交易日到10个交易日以上 他不是一个级别特别小 级别特别小的 我干嘛让大家抄流程 三天的反弹抄流程干嘛 那风险是很大的 不止三天 如果是三天 我不会让他抄这个底 但是你要说像日线结构 日线的结构对应24天 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有点太乐观了 你别看现在上日指数有日线结构 但上日指数日线结构 反正你就看着它很别扭 你知道吧 就前面的绿脚线特别足 这个地方绿脚线就两个 那也不排除了有多重结构 多重结构的第二次结构会比第一次结构好 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日线有第二次结构的话 我觉得可以判定 差不多20多天的反弹 但这一次反弹 如果这个地方涂体的话反弹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那么乐观 但总结来讲我还是判定反弹 这一点必须跟咱们学院先说 我们一直也都是先说的 昨天也说了 总的来 判定是反弹 但就是说 有些反弹的我们做 不是说一定要去做出多少利润 大家知道吗 假如说这个是四方反弹 后面还有五浪加贴 这个地方你做好了 所以后面 你就很有心情 就朝到这个地点 或把这个大的底仓配置进去 但实际上大家也会发现 就是我们 我们其实在整个大的战略上 已经在转防守的进步 这一波呢 就是它很多的点 不过上次的点好 如果这一波 很多点对上次的点差不多的话 我们可能仓的还不正确 但下一波 假如说这波是三浪地点 下一波走到五浪地点的时候 但我们的藏位就会比现在更多 因为才六成 我们也算是可以藏 不会再买了 不会再买 中线结构形成也不会再加藏了 因为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 是吧 然后这个 长期趋势 短期趋势实际上都是四成长 我们现在已经六成长了 对吧 将来过长期趋势 是不是再加藏 我们将来再输 但是现在距离长期趋势特别远 所以现在也不能操这个心 我们还是 反弹的话 还是找反弹的高点 找反弹的高点 如果判定反弹的话 这是第一要务 第一要务 瑞瑞05康波周期等到现在也没来 来了呀 现在是康波周期呀 只不过是康波周期的收缩系 谢谢 不你双Q 但是大的方向 大家就记得大的方向 转房子我们进贡 今年咱们其实 做的还不错 整个来做的还不错 但是你如果 你回去的下跌不是我们的目的 你一定要进贡 你一定要买 然后之后你的竞争力就出来了 你不买其实没有进贡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结构的话 我们买了两层藏 今天的大厂也能过得去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空藏 肩底是肩底 然后出这么一个大阳线 大家就会很难受 大家想想那个情况 这些呢 这些呢就是说你要事先考虑 你要思考到这个点 啥叫说完Q 说完Q 网络新词说完Q 我谢谢您了 这种上的准化标准 准化消失啊 所以结构买入的都是以准化 消失作为准化标准 这次的准化标准不会像上次一样 百分之十啊 因为这次的准化 级别都很小 所以到准化消失的话 空间都很小 如果一旦是需要准化的话 准化的空间不大 但是这剩下的 就是有两层藏 我觉得这个底仓 但是是很难到达 值分为的 我们设了四百个电 主要在航行 在两天二百点 我们设了四百个电之次 超过百分之十了啊 超过百分之十 老师 那有问题 今天听着有点难受 我建议换你它 麦已经换了 告诉大家 麦已经换了 我不管你买的是什么 ETF还是IH 还是股票 我只是建议你 什么仓位 什么仓位 那你具体怎么做 那是你的事情 昨天你是吧 有的人说 IH 我想这个清仓 我说我们今天要买了 你说你要清仓 你今天早上清没清啊 IH你要清了 那今天是吧 哪儿回去 不得闹墙根呢 太大队了 虽然50各周期 结构都没有 能判定是形成坚底的吗 克周期没有 他肩底他也是反弹吗 我们现在就是判定是反弹吗 没有判定是反弹 好吧 没有判定是反弹 不是电流声 是电脑的风扇声 好吧 电脑的风扇声 电脑的风扇声 请问历史 根据历史统计记录 结构操作的成功率是多少 这个没有办法去统计 它不像趋势 趋势可以统计 因为趋势它有 有1 又有2 就突破趋势 下一次就是破位趋势 它是1对应的关系 结构呢 就是一个底部结构 有可能又一个底部结构 你像那个 有时候它六七个底部结构 你这怎么统计 趋势它是有标准的 结构是没有标准的 所以设定不同的标准 你的统计的结果也不一样 比方说我们是10%为止盈 10%为止损 控制出来的一个数 5%的作为止盈 5%作为止损 也是作为一个数 在一个趋势位往结构 修边结构主要是辅助于趋势 所以有趋势的成功率就做了 冒出前几次上证50都是坚定 你从周线结构的角度来讲 相反 前几次上证50周线都有结构 并有诸大帝 但是上证指数 前几次周线都没有结构 要么就东方消失了 对吧 要么就啥也没有 然后助几 前几次上证指数没结构 这一次呢 前几次上证50有结构 但上证50前几次有结构的 这次不灵了 对吧 不灵了 但这不重要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反防守为进攻 这几个字才重要 在后面的一段时间里 因为你看 刚才说康默周期没了 康默周期收拾期 现在已经第20个月了 对不对 第20个月了 它的平均周期是17个月 6月24那波跌10个月 前几次的下跌也就是12个月 第24那波也是12个月 也就是12个月 能跌到17个月 甚至20个月的特别少见 所以我们后面就是 转防守为进攻 这句话不是说一说的 但是你说我们上次出来 也是为了这次更好的进攻 这次可能高点也出 但是也是为了进攻 不断的进攻 我们这么骄傲的人 一定会把藏维满藏上去 未来一定会满藏的 日线结构 周线动画下跌20个月 够收拾期 为什么不判断注底 判断了呀 但是我告诉你 你要真满藏 上车50上次注底 你要真满藏的话 那一波下跌你扛得住吗 跌了近20% 你扛得住吗 所以你即便 你就再看好 未来 再判断注底 所有的因素都指向注底 你仍然又有止损点 你看这一波 我们仍然是止损点 将来有一天 大栏真的到我们止损点的时候 我还是会出来 好吧 市场永远都是变的 所以错的只会是我们 尊重市场 尊重规则 不要主观去忘断 导致市场损失 很多的原因就是 你认为你行 你认为对东西就逐给了 不会决定 才会做得很重 但假如说我们 我们把这个印象思维 我们永远觉得自己不行 市场永远都行 我觉得风险是最小 大小的规定 你能理解吗 把风险永远都放在第一位 是在投资领域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任何时候 都不觉得 我们能够百分之百的判断 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低点 就是注大笔了 但这不重 都担得我抄底 抄底的时候 是需要决断能力 当乱不断 起币自乱 该抄就抄 对吧 这不重要 还有什么问题吗 陈老师 再说一遍 值损条件 刚才声音斯拉 两成仓 400个点做值损 因为上一波 两成仓 赚了800个点 对吧 我们400点做值损 还是挺 人性化的 挺人性化的 然后上一的四成仓 是以结构买入 以钝化消失 作为 值损的标准 结构买入是90分钟 就以90分钟的动画消失 作为九座标准 不是800个点 600个点 那我们也没用600个点 作为值损 对吧 400个点 但是就是说 这个大的方向 一定要看清楚 把防守为进攻 我们进攻 尽量还是要把人性 人性的风险降到最低 上一波 你看 虽然说确定特别好 到现在为止 我也认为上一波 比现在的这波的确定要好 但那波如果是满仓 那里面我认为 反正我是挺太好的 但是如果上一波满仓 这个月 这一个月的下跌 其实扛不住的 大家扛不住 你们要是真满仓的话 你们扛不住 所以你必须考虑 人性对于交易的影响 我在这些年 最近的这些年 特别注重人性 就是我需要找到一个 还得让大家接受的方案 不能我说出那个方案 特别逆人性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还不能这样 所以我说 我今天盘中多 我说我太难了 太难了 人性如十安 但其实你像今年 今年这么难 大家的选严取 其实对吧 相对来讲是 是比较容易的 比外面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我非常 非常仔细的去考虑过 人性的问题 考虑过大家的承受力的问题 怎么做才能让你 相对来讲你能够接受 你像那个工舱 对吧 你像那个工舱 那第一次 破双趋势的时候 就应该工舱 但当时是大阴线 我没建议大家工舱 然后在顶部 抄两层舱 然后在顶部的时候 在高位的时候工舱 那那个时候 你就比较容易接受 但如果在大阴线的时候 你工舱 就不太容易接受 对吧 这就是考虑要人性的 我们先抄 抄完之后 我们主要的还是要空的 但是先抄 抄完之后再空 对吧 既然睡得一点不难听着 像是怼着人就买进去了 就怼人是吧 怼人就不怼不行了 你说对吧 这个 有的时候你不怼不行了 你说前两天 前两天那个 咋弄 天天抱怨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所以我们对市场要有信心 你天天一堆人抱怨市场不好 你昨天肯定没人敢买 对吧 你对市场就是有信心 竞争是无所谓环境 所有投资者都面临同样的故事 竞争是无所谓环境 但是我们还是暂定这里去反弹 不是反转 暂定 暂定的就是如果有一天 它是反转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纠正 是这意思 暂时定 反弹的概率更大 这意思 8885会是对应2863-92吗 如果暂定为反弹的话 2863不一定是最低点 核5的话可能会跌传2.63 你毕竟速度比较快 你怎么判断这个地方 就是最低点 判断不出来 嗯 判断虽然判断不出来 但是它存在在这个地方形成最低点的可能性 就是我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这一刻其实咱们超位 右手上也是比较多的 按规则就是最多是超四层层 是否大概率探点完成 刚说完啊 只能探定反弹 咱们走几天再说呗 对吧 在市场走几天再说呗 只能算定为反弹 反转 行为判断不出来 行为判断不出来 因为你看 商政五零不说了吗 商政五零啥动话都没了 对吧 然后集叠 集叠亚里头就不抄几 但是我们说这个 贵利率这个高 然后大干股该抄也抄 商政五零啊 所以但是你抄回抄 你不能说就在这个地方 你判断就诸底 对吧 在商政五零 商政指数呢 日线 我们只能判断日线三浪的地点 对吧 它不能判断日线五浪的地点 日线三浪的地点 后面还有四和五的话 四再加五的话 优秀数很大的 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 明白吧 所以假如这个地方 日线走四的话 这个日线四你不做的话 它是二浪应该是 就是上涨的天数很大 日线的集叠很大 所以即便你判断是 不是最低点 那三浪的地点 有确定性的时候也要做 这是我们很早很早以前 就说的这个事 但是咱们如何判定 咱们就如何操作 思想和行为是同意的 咱们从来不是割裂 咱们判定就是怎么行动 知行合一 好吧 原来不多讲了 4.04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